大S真的瘦回来了 看汪小飞把它拍得这么时髦网 一娱乐5月21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大S徐希远与汪小飞近年陆续生下一子一女 夫妻俩凑的好字 不仅大S当妈后 把生活重心放在子女身上 汪小飞更是出了名的女儿控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大S微博也几乎都是一对子女的照片 大S昨二十日 则难得删除自己的美照 惊艳不少网友 大S日前和老公汪小飞一起登上小S节目 还被小S惊爆姐姐 和子夫每日吵架就说要离婚 令网友看了哈哈大笑 回忆于小S一起录像 让大S直呼很放松 不过他首次和老公一起登上屏幕 甚至还让大S直呼 感觉他挺贼的 此外 大S也在微博 晒出有老公长进的美照 并宣布时髦人回来了 大S也指出 虽然不是纸骗人 但结地起了 照片中大S专达时尚 投望远方 老公视角美照 演发热意 网友直赞大S好受 好美 还有人拱大S直播一家生活 也让他直呼 我家要是直播 笑死太多人 不合适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尹莉莉 NK3689 分享 在相关阅读 郑爽拿到谢南捧花 感动到泪崩 杨幂除了捧花的方式娱乐圈 经此一人婚礼上 除了新娘新郎 互发誓言的重要环节外 最重要的就是 抛花球的环节了 女生们可是都想接到 这传递的幸福呢 陈子涵带相与夫妇 在西班牙巴塞罗纳 举行婚礼 婚礼现场宛如同化 陈子涵更是像公主 幸福的向好姐妹妹 抛出了花球 说起娱乐圈最盛大的婚礼 就要数黄晓明和Angela Baby的世纪婚礼了 Baby身着白 色托尾婚纱 后面的女性们可都想拿到捧花仪 Baby把捧花抛出去后面的人可 都抢得不亦乐乎呢 而Baby在灯光的照影下 也十分美艳动人 高圆圆和赵又婷 这对情侣简直是献杀旁人 婚礼现场也是十分温馨浪漫 抛花球环节圆圆笑得很开心 但是看看旁边的找 又婷好像比新娘还开心呢 笑得眼睛都没有啦 虽然和杰现在的婚姻已经破裂 但是婚礼当时还是十分幸福的 后面的伴娘们都抢着要花球 攀长江的女儿攀杨婚礼现场 可是十分粉嫩 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 后面的伴娘团抢花球不亦乐乎 好像还乱入了一位男士呢 歌手梁永奇身兮白色礼服 笑也如花 夕阳洒在她的身上 手拿白色捧花 不过身后的伴娘们好像 都忙着拍照呢 大S结婚当时 可是把能请的媒体都请了 所以在她扔捧花的时候 也只能看见媒体和相机 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幸福的 张杰现在在西藏举办了婚礼 听说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后面一群伴娘们 争先恐后想要抢花球 胡歌和沙逸的婚礼现场没有过于收迷 但气氛确实温馨 而她和花球竟想击鼓传花泥 流失赤手男捧花的样子 就像仙女一样 阳光透过头沙洒在她身上 脸上活得拖向仙女下凡 最特别的还是杨幂的婚礼 不仅把娘只请了唐嫣 更是亲手把捧花递给她 如今唐嫣已经找到自己的爱情 希望能把好运通过捧花传递下去 谢男婚礼 郑爽作为闺蜜当了她的伴娘 很幸运地接到了捧花 爽妹子真的不要太开心 都说女人一生最美的样子 就是穿上婚纱的样子 看了女明星们 穿婚纱结婚的小编是真的相信了 希望拿到捧花的伴娘们 都能尽快找到幸福 欢乐宋二观观成心机狗 乖乖女观观便腹黑 电视剧欢乐宋二正在热播 观观相会是第二季中 变化最大的角色了 她暗恋赵医生 但是她又做不得像许小潇那么洒脱 有爱就大胆追求 所以她在慢慢转变自己 为了争夺赵医生 为此她做出了很多努力 从原版小说中 观居尔后期是要黑化 变成一个腹黑女孩 好可怕呀 所以这第二季 观观肯定从性格上有变化 结合小说给个 为讲讲剧情 第一季的时候 观观对赵医生意见钟情 当她知道曲小潇的男友 就是赵医生的时候 她就把这份情谊默默地藏在心里 其实她的内心对曲小潇非常不满 在她的内心 她认为曲小潇根本配不上赵医生 所以第二季播放的时候 观观开始偷偷试着破坏曲小潇和赵医生的约会 曲小潇曾问过她 是否喜欢赵医生 观观时刻否认说对赵医生不了解 所以不喜欢 百明了是口是心非 观观对 赵医生意见钟情 而赵医生却是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 这越纠结的剧情 观众们是越喜欢 大结局之后 这个观观写给赵医生的这句话 就火了 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娃娃机 我隔着玻璃 只想得到你 为了爱情 乖乖的观同学 将陷入一场注定会输掉的三角恋情 第二季观 居尔摇摘下眼镜为了夺爱成功 黑化外加装备升级以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 哦 不对 是赵医生面前 升级之后的观观大家 还满意不 观同学虽然变美了 可是并没有拿下赵医生国民邀请的男朋友 岂是那么容易抢的 好在最后观观遇到了一个他爱的人 也爱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邓伦饰演的谢童 他是一位不禁的摇滚主场 现实生活中的邓伦 却更爱安静一些的民谣 这样的反差对他来说也是小小的挑战 而俩人性格中最为像象的 便是都对认定的事情相当执着 不罢休